在10月10号前后 解说员讲述在国庆前后 就能看到万鹰翱翔天际 这号称国庆鸟的灰面狂鹰 近年由于七地维护有成 过境记录逐年攀升 尤其去年创下30年来最高记录 吸引了超过6万人次 历临满洲乡 而为了落实地方创生理念 在地的小肯定度假村 特别与里德社区合作 推出万鹰棒日假期 希望邀请大众到满洲来赏鹰 小肯定度假村是跟社区 一起投入地方创生的工作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客人 到里德社区去看老鹰 参加在地的生态游程 那社区就会解说 他怎么样去保护 这些老鹰的故事 那从30年前 惠面狂鹰过境只剩1万只 到现在已经6万只左右 相机你们的相机 解说员带领游客高举相机 透过导览来见证这股 守护老鹰的在地力量及故事 不少游客表示 能看到这样的奇景 觉得很幸福 而且无需到国外赏鹰景点 在满洲乡境内 就可以欣赏到壮阔的群鹰盘旋 这边的风景看着很漂亮 而且这个景的话 也是难得 大概是一年一次 这个而且都是 整个天空全部都是 我跟我先生从高雄过来 对 我们就喜欢看了 就纯粹就是因为喜欢看了 能够拍得到就拍 拍不到就欣赏刚过瑜 他很美 他真的很美 其实有鸟看是一种幸福了 小肯定度假村经理 黄耀宽强调 因为会面黄鹰在十月份下午都会密集出现在里德社区与港口社区上空 因此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其实呢 在亚洲最棒的生态奇景就是万英傍日 就会有数万只的老鹰在天空盘旋 那远远的看就像是一条河流 或者是像很壮丽的海洋 把天空的日光遮住 那这个只有在全台湾满洲乡才有 因为这些老鹰从西伯利亚朝鲜半岛 来到台湾要吃饱喝足 隔天才会往南飞往菲律宾的海岸 一飞就要飞四百公里远 所以他一定要在满洲乡吃饱喝足 也因为灰面狂鹰都贴着陆地飞 他可能距离你只有三五公尺 所以他非常的漂亮 配合万英傍日假期 小墾丁度假村从即日起至十月底 推出平日两人同行 一泊二十只要三八八八元的赏银房价 加上县镇适逢秋冬旅游补助期间 民众不妨利用优惠来趟生态小旅行 亲子同赏群鹰飞舞的空前盛况 屏东树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